在亞洲這個地方其實不是那麼普及的 因為這個類型暫時都沒有什麼界定的名詞 詞匯可以界定 但可能在歐洲那邊 我們會稱為摩登的族 因為我們是用現代的模式 放在人的身上 你好,我叫娃娃,我是紋身師 基本上紋身現在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Tribal 可能有傳統 然後有New School, Old School Blackwork就跟部落紋身差不多 但可能演繹手法用了現代 或者題材用現代的演繹手法 一般不用其他顏色 我們就是用黑和灰做了整個構圖 整個設計,整個設計 我們都是用這件事為主 所以我們通常叫做Black World 香港和外國的紋身相比 其實有一個距離 又有一個很大的距離 其實我覺得這個不關香港的民生事 其實是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 這裡的人的生活 的想法 都會令到我們做每個工作 每件事都可能和外國的水平有距離 香港人要求的就是 他做到,不是做好的 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這個地方的人 我覺得是怕死的 這個地方的人 人是怕死是正常的 對Unknown有恐懼是正常的 所以令到這個城市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色彩 追夢的人 但是 你預料了,追夢很辛苦 沒有談到風格這麼厲害 對我來說 只不過是做法 是一個表達我想想的 對人體 或者對 我對民生的理解 一個做法 一個方法 我只不過是一個賣墨水的墨水佬 是 談不談得上藝術 我真的不覺得是藝術 因為我都不介定不到 什麼叫藝術 我是喜歡做這個工作 我是想 給 見到每個客人 因為每個客人來找我的時候 他會 透過我的作品 而想找我去紋身 那我覺得 我要應用他在他的 身體上面 我應該要放些什麼 pattern 放些什麼下去 讓他身體更加好看 更加有獨特性 我覺得這個 是我的工作 是我覺得好玩的地方 所以他是否藝術 我真的 我答不上 我只不過是墨水佬 其實可能香港太小 這個地方 我們每天見的人與市 涉及的事情 都緊密很緊迫 所以令到我們看東西 其實很窄 但相對 你問我 你在中國大陸 或者亞洲城市 做紋身 做紋身也好 什麼都好 進步得很快 其實 我都不可以探想 我的紋身是一種創作 其實客人來找我的時候 我會和他面談 interview 然後 我內心裏面 我會理解這個人 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其實最後可能是 那個pattern 跟他一早是 connect了 我只不過覺得 我是一個中間的媒介 我們很有趣的事 通常一般人 他們經常會 可能我經常聽到 很多客人 或者紋身師 他們會經常說一句話 但我又很不 一般不是太認同 他們經常掛在那邊 我很喜歡紋身界 我們不是壞人 其實我覺得這句話 說得多了 你說得你不是壞人 其實你的腦裏 你和一般人 對待紋身都一樣 你充滿疑惑 我覺得 這句話不用說 所以 在這個訪問裏 我覺得非常好 就是 我沒有任何這樣的問題 帶出 多謝你 在這個訪問裏 請問裏